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攝的是這一個叫做 Pilot Cine Atom Cube RX-7的RGB口袋燈 那我們要拍攝就是把它產品的特寫拍出來 就是B-roll的部分 因為我主線已經拍完了 那我們要拍攝的內容我一條一條全部都把它列出來 這樣子就會很清楚知道我們到底要拍什麼東西 而不是在拍攝的當下才想說 欸我們到底要拍什麼 那今天我們拍攝的是一個LED燈 那我想要呈現就是它照出來的顏色啊 跟它照出來的效果 所以我們今天打光不要打太多 就是打一個Lowkey的概念 那我的想法是我們把一個柔光傘 大概七十幾公分的柔光傘 放到我們的三百地上面 然後再加那個蜂巢 讓光比較不會亂照 而是比較有方向性的 OK完成我們的光就長這樣子 簡單的柔光照加上蜂巢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簡單柔和的點光 拍攝出來就像這樣子 超讚 那待會我會拍攝這一盞LED燈的照明效果 所以我就把畫面裡面放了一個 校色卡 就把它放在畫面中 然後讓大家看看 欸到底照起來 會有什麼顏色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又有攝影機是BMPCC 4K 加上1770的Sigma鏡頭 這支微距鏡頭可以拍超近的特寫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拍攝了 那我們下面呢 我剛剛又多放了一支 南光燈棒 就是讓後面這裡好像有一個 光線從地底下飛出來的感覺 多有一種更酷炫的氛圍在裡面 就是多一點層次在裡面 就是主光 然後燈棒 這樣子 簡單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